刘贵兰十年前和母亲移居平邻 看到当地缺乏医疗资源 在母亲的鼓励下 以自己身为药师的经历 改造平邻当地的老屋 打造了良医药师本铺 结合了咖啡厅、行动药师、健康讲座、 茶餐文化和健康餐盘等多元概念 期盼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良医 这栋坐落于新北市平邻区水流角的老屋 前身曾经是药局与茶铺 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健康百宝箱良医药师本铺 良医药师本铺创办人刘慧兰说 她与母亲移居平邻后碰上了疫情期间 原本想要打造防疫宅 但在母亲鼓励下决定延续医药精神 以此为基地推展全新健康概念 我们设置了松竹蓝莓四个不同健康的意境 赋予它不同的意义 那也希望说在防疫期间 还有就是我们的社会老化的问题 我们可以做到健康共学 人人都是自己的良医 我们希望推展就是台湾的一个永续健康 然后用医药人的背景 然后我们希望串联不同领域的一个专家跟学者 良医药师本铺一楼市咖啡馆 一进店里就能够享受店家贴心准备的维他命C水 而往来的旅人可以在这里休息聊天 品尝一杯香醇咖啡或饮品 放松身心 同时每个星期四中午 这里还规划了行动药师服务 提供乡亲常备用药与咨询 平邻这个地方的医疗资源不够 因为它只有一个卫生所 那行动药师时间就是说 我们每周我们有药师在这边提供咨询 因为现在人因为经过防疫的洗礼 有些人不敢看医生 那我们希望说药师是您的好邻居 您可以先透过聊聊天 把身体很怕的恐惧的东西 先跟药师咨询 然后药师会鼓励您 什么样的疾病是要去看医生的 然后也不要乱服用成药 另外良医药师本铺也推出减宁餐盘 敬老餐盘 帮助民众了解如何健康饮食 此外每个月也邀请不同领域的医师 艺术家开办健康身心灵讲座 增进民众的健康知识 我们有设计就大概就是每个月 不近期的健康讲座 那透过专业的医学 或者是人文 或是艺术 文化体验 不同的呈现 那我们希望说从座中 大家一起来共荣 有趣味 不会说很刻板的 就是讲个讲座理论 结合平临的茶文化 良医药师本铺在三楼 规划了茶禅进化所 邀请大家来到这里 可以放慢脚步 品味一杯香醇好茶 让身心压力都获得释放 刘昆蓝强调 迎战老化问题 良医药师本铺期待 串联大家一起共学 让人人成为自己的良医 传承延续健康概念 记者声明者们 其平临采访报道 让人身边